新北市三峽的北大特區人口是持續成長 而為了落實在地就學政策 決定要擴建桃子角國中小學 預計在113年7月完工的校舍 將會以清水魔的意象來表現建築美學 還會增設幼兒園還有國中小 一共42間的教室 來自樹林桃子角學校的古藝社團 學生換上俐落近裝 而手中的鼓棒揮舞得苍勁有力 為即將進行的校園擴建洞土熱鬧暖身 位在北大特區的桃子角校園 有著極簡富有設計的清水魔外觀 而新校舍也將會延續這項特點 因為我們知道說北大特區 它的這個成長實在是超乎大家的想像 那雖然全國是說少子話 但是這裡好像是持續了這個成長 所以增建這個學校的校舍 是很重要的一個工作 我們原來只有69班 那現在我們又增加了42間的這個教室 尤其難得的是 我們有9間是給幼兒園的 隨著北大特區發展越來越蓬勃 能夠讓更多孩子在地就學 是新北市教育局一貫態度 因此有了增建校舍的計畫 同步還要再增加幼兒園促進在地婚育 對於增進我們市民在北大特區的這個生活的這個品質 教育的這個資源 我們市政府是非常非常努力的 那我們期待是說 雖然在物價上漲的這個期間 承包商的風險比較難控制 但是我們希望公企在兩年之內 能夠迅速的完成 一來可以讓承包商的這個成本 比較容易控制二來的話 就是能夠學校 盡早能夠有好的這個設施 預計這項第三期校舍擴建工程 將會在113年完工啟用 包含國中小學校舍 以及一所非營利型的幼兒園 還有七機車的停車位安排 來滿足老師家長以及學生的各項需求 carveань手採和達到 。 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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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